YG娱乐公司原代表杨贤硕与胜利将在本周接受警方的传唤调查 杨贤硕与胜利因涉嫌常年国外赌博、非法换汇等犯罪而被立案 负责此案的首尔地方警察厅智能犯罪搜查队将在本周传唤两人进行调查 杨贤硕除了涉嫌赌博以外还涉嫌为国外投资人召记 警方这周传唤杨贤硕将对其多项嫌疑一并进行调查 非法娱乐实时报道